谢谢你小巧 王宁洪老师 现在在我们的候选的冠军席当中有两位 但是我们第一第二身为崔佳英和刘美玲 您决定要替换冠军候选人上的人选吗 校长这么真诚 我也是像你一样 就是一个喜欢自弹自唱 坐在钢琴前的一个人 有时候我们感情流露的时候 我们要想那不一定是最好的表演 但是对我们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 有些那种很珍贵的时刻 有时候我们录到唱片里面 我们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因为对我意义很大 结果后来不见得是打动了所有人 毕竟内心戏有时候只有你懂 你是最像我的一个学员 在我们的战队里面 他在舞台上不是那种有杀伤力的歌手 他是用很多的真感情去唱歌的 从这个唱歌比赛的点来看 的确是佳英跟美玲比较会比赛 没有办法让你换位子 不替换 对 谢谢 谢谢 至此为止 小强已经结束了这一季中国好生日的所有旅程了 不会努力的 一定 一定还会再见 谢谢 一定的 一定的 谢谢 谢谢 谢谢肖强 肖强 希望他能够透过这次的歌 让更多人知道他的故事 这么多人在看中国好声音 这么多人在看中国好声音 那爸爸一定会知道的 你 我 我